第一部分SDXL Extensions安装 安装需要C草原19GB的空间 一样来到影片下方 点SDXLWebUI Extension下载网址 点Code下拉式选单 点复制安装网址按钮 回到StableDiffusionWebUI 点Extensions 点InstallFromURL 点这边 并将刚刚复制的安装网址贴上 点Install按钮 等待下载 当出现这段英文时 表示下载完毕 点Installed 点ApplyAndRestart UI 点SDXL0.9Demo 这边有说明一定要用GPU来跑 再来就是一个步骤一个步骤的做下去 第一要先登入HoggingFace 第一和第二一起做就可以了 第二接受License Agreement 点Here 将画面往下拉 点Login 输入您的账号和密码 输入完毕后点Login按钮 如果你有出现这个画面 请随便填入资料即可 填完后 把这个打勾 再点这边 看到这个画面就表示完成第二个步骤 回到StableDiffusionWebUI 第三个步骤是让我们创建一个Token 点Here 点NewToken按钮 Name随便输入一个名称 Roll就Read不动 点这个按钮生成Token 点复制Token按钮 回到StableDiffusionWebUI 点Settings 将画面往下拉 在左边选项找到SDXL0.9 Demo 把刚刚复制的Token在这边贴上 点Play Settings 关闭StableDiffusion 再开启StableDiffusion 这样就会开始下载SDXL0.9 Demo 大约会下载19GB 老阿贝这边等了约40分钟左右 下载19GB 会放在C槽 请确定C槽所剩余的空间 这边只加速时间 不剪接影片让您可以比对下载的过程 原作者有说 下载过程如果有发生错误 请重新启动StableDiffusion 不过老阿贝的下载过程还蛮顺利的 没有发生任何错误 原作者的系统是使用Nubuntu 老阿贝使用的是Windows 10 OK 出现这样的画面就表示下载并安装完成 回到浏览器 点Refresh重新再入StableDiffusionWebUI 点SDXL0.9 Demo 出现这样的画面 恭喜您 安装成功 第二部分 基本操作说明 这样的界面大家应该都很熟悉了 来看一下它的预设和之前的SB有何不同 宽高尺寸预设值为1024x1024 果然是XL等级 再来这边多了一个Refine Refine模型可以理解成图生图模式 上面的纹生图在SDXL称为Base模型 输入以Go跑一张图 来看看显示卡记忆体使用量 使用量会超过10G以上 所以如果您的显示卡为8G 记得把参数设为Metroom或Lowroom 老阿贝有试着安装在AMD显卡的电脑上 但都不成功 老阿贝不成功不代表你们也不成功 所以有兴趣 有闲又有空的可以试着安装看看 来看一下同样的尺寸 在之前的SD上头会占多少显示卡记忆体空间 大概7点多G左右 今天主要介绍如何安装 以后再来介绍SDXL更详细的说明 以上就是今天的分享 如果影片对您有帮助的话 再记得帮老阿贝 订阅 分享加按小铃铛 谢谢大家 祝健康快乐 老阿贝下台一鞠躬